位在设顶部落的设顶公园内 绿草如荫 微风徐徐 让人的身心顿时感到舒畅 设顶公园具有台湾少有的高卫山胡椒地形 预遇许多奇特的动植物 再加上周围的山海无敌美景 相当值得民众走一趟 设顶部落来讲其实它也是我们国家公园 它发展的第一个生态流的一个社区 事实上它整个是一个高卫山胡椒的地形 也因为它的地形其实很特别 所以它也印医了很多的动植物 特别它的植物像也是很少 在台湾来讲其实是很少有的 那上面的动植物其实有一些非常特别的 我们一些比较很特别的东西 像那个荧光讯啊 然后大头是竹节虫啊 还有那个我们最漂亮的防守后鎳 都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肯管珠为了充分运用 设顶公园的大草原 珊瑚礁地形 以及墾丁山海的自然环境的优势 希望能鼓励民众多接近大自然 放松身心 因此结合设顶部落 在4月21号与5月19号 举办人文风旅 山海疗愈古拉鲁活动 带领活动参与者 在田径悠闲的设顶自然公园入口草地 交零步道间体验各种静观活动 提升身心灵健康 其实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高师大的一个 在台湾里面很知名的那个自然疗愈的团队 来帮我们去做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一般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能够身心能够解放 能够疗愈他疲惫的一个身心 那整个活动除了在草原做疗愈活动之外 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山看看海 肯管初表示 近年国人喜爱走出户外清静自然 也有不少相关研究 证实大自然具有奇妙的疗愈力量 让人放松身心 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在自然疗愈专业团队的带领下 体验射顶公园春风绿野的魅力 记者是新亭张志豪采访报道